爽 叨叨叨叨叨 校长你的痰痪体验早餐做好了 啥啦呀 同学们都放暑假回家了 你怎么没回去呢 我忘了你父母爽亡屋假可贵了 你今天怎么想着给我送老点来了呢 我忘了是我吩咐的 以为我受留了你 有扑言伺候的感觉是正好啊 我忘了你以前也是大小姐 你也体验过哈 小嘎麦兜子也是雇儿子 没看见在哪 我忘了就连小嘎麦兜子也有人受羊 哪儿说理一切你说说 我那么说你你不会省气吧 怎么会呢校长 我不还得指着你了吗 那 同学们都走了 还得指着你开心呢 喂呀 你给我喝的嘛这次 化学别要泡羊尿 哪里呀 大补呀校长 不拿会儿 不得行 自扭 校长你快起吧出大事了 在学校旁边的别野 搬来一个老有钱的人家 说是在印度开钻石矿的 是吗他们家有孩子嘛 来咱学校上学嘛 没孩子呢 单身 没孩子你在这说哪门子废话 咱们这年头就是开钻石矿 弄不好他以后也得开个野料公司 咱不说赔就赔吗 校长你们撩走 我给你借点午饭去 出钱用不着 说啊 你看那鱼琪 旁边那家还真白拉烟了 都开创伍了 小姐你看咱们家阳台有什么战个红 喵喵喵喵 看得他跟咱打招呼呢 说你好你好 这口言一听就不是阿美散 哎小姐你还会法语呢 那要出来烟了是个印度烟 来上来小屎丸 小姐你听咱口言太土了 我们不等嘲笑严家鱼琴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要搞好邻里关系 所以要文明的和人家打个招呼 嘿 阿三长得挺帅呀 瞒得你吸眼红人们经不拿了那么寒呢 不太合适哈 那我往回糟糟糟糟糟 你好我的名字叫 我没跟你说话我喊猴呢 漂亮小年 这超算壮当呢 再次凑小时 把这方面都改变了